这个主题我们来分析酸碱的相对强度 强度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老师先由醋酸的解离 来分析判断酸碱的强度 醋酸浓到水中 会解离成或想游离成 醋酸跟离子跟金离子 这是一个可逆反应 左边反应物 醋酸把子子给水 所以醋酸当部落酸 水接受子子当部落卷 醋酸失去子子变醋酸根 这里当酸 所以醋酸根就是醋酸的共二卷 水变成金离子 所以金离子是水的共二酸 所以反应里面 醋酸跟离子都当酸 所以这两个物质 浸针失去氢 我们这样写 如果逆反应的时候 金离子把子子给醋酸根 好再来当减的有两个 水跟醋酸根 他们是竞争要得到子子 而从实验我们发现 醋酸只有几少量 解离成醋酸根离子 代表说这个反应偏向往左 往右的趋势比较小 所以我们看 打平衡的时候 反应偏向左方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醋酸分子都没有解离 所以酸的强弱 这两个当酸 是金离子大于醋酸 反应既然向左 那代表说这两个碱 醋酸根大于水 所以酸碱反应的方向 是由较强的酸 较强的碱 跑到较弱的供二酸跟供二碱 所以这个反应 金离子当酸 水就是金离子的供二碱 醋酸跟离子当碱 醋酸就是醋酸跟离子的供二酸 供二的英文是这样子 所以前面写个C 代表供二酸 供二碱 我们再写一下 所以右边是比较强的酸 跟比较强的碱 左边就是比较强的酸 跟比较强的碱 强我们写weak 我们举两个例子 盐酸水容易 跟醋酸跟离子反应 反应趋向右方 产生的绿离子跟醋酸 盐酸是部落酸 所以醋酸跟部落碱 绿离子是盐酸的供二碱 醋酸是醋酸跟的供二酸 所以酸的强度 盐酸大于醋酸 碱的强度 醋酸跟大于绿离子 再举个例子 碳酸水容易跟醋酸跟反应 这个反应趋向左方 产生了碳酸清根 跟醋酸 醋酸把子子给碳酸清根 所以醋酸当部落酸 这个就是部落碱 所以醋酸跟离子 是醋酸的供二碱 碳酸是碳酸清根的供二酸 因为反应趋向左方 所以酸的强度是醋酸大于碳酸 碱的强度 碳酸根大于醋酸根 好,补一下 刚刚这个反应 左边比较强 右边比较弱 然后这个反应 偏向逆反应 所以右边比较强 左边比较弱 好,第二点 酸碱的强弱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 正面 我们下转的反应 再来比较弱 对,转的反应 解采论